除了北区的鲤鱼潭来花莲赏银可千万不要错过 号称全台赏银面积最大银矿最佳的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林晚处连续6年辅导周边社区部落推动赏银活动有成 而今年首度由复兴社区发展协会领头推广 协会总干事杨太昌表示 社区整个总动员让平森赏银从19号起将持续发光 2016年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营火虫大爆发后 开启园区赏银活动产业 华莲林团出全力推广营造也和周边社区部落协会串联 发展平森赏银观光旅游 每年3到4月份周边社区部落产业也跟着发光发热 而今年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营曼平森赏银活动 即将在19号闪亮登场 今年首度由热水部新社区发展协会领头 结合周遭社区部落协会与生态导览解说 要带领消费大众体验营曼平森的奇幻魅力 在政府这个资源上面来讲 我们能够周边社区跟平森这边能够一直永续地经营下去 所以说才会想说这次用社区这个方法来去做事情 社区产业观光体验游城相当成熟的复兴社区发展协会 首度领头带领平森员去的社区聚落联盟 协会坦言压力山大 因此社区是整个总动员 在周边社区聚落的协助下 希望能让平森赏银活动能突破遗忘 其实压力都蛮大的 就是说大家其实整个九州团队都坐在那边一起做讨论 然后针对我们世行 比如说乡亲团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媒体团带出去 然后后来结果怎么样跟游客做互动这些都讨论的非常的多 那当然就是说有非常好的一些回馈 对啊 也是希望就是说真的这些回馈 能够再分享到我们在地一些民众 或者说我们社区大众 大农大富平森员区赏银活动 今年迈入第六年 年年吸引大批赏银人潮 相对也为地方社区部落带来经济效益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